大家好 歡迎收看《即市攻略》 我是李慧儀 環節嘉賓有Anno Anno 你好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股票想問Anno的話 可以打來204-6566 或者可以E-mail去到askbschannel.com 亦都可以WhatsApp去到9157-1428 我們YouTube、Facebook還有直播 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我們會盡快回答你的問題 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恒生指數最新報28,285點 跌63點 國企指數最新報11,170點 跌47點 大股市成交暫時有1,288億 Anno 和你先回市 看到剛剛跌多了一點 其實剛才看到夾萬美股都反覆向好港股 這邊今早早都承接到高開 不過看到早段曾經升過8點之後回軟 剛剛看到市場反覆覆的 時跌時升 但是升跌波幅又不是很大 但是在這個位置拉腳 港股都升了幾天 會不會獲利回吐情況出現 港股的升勢就開始不保 會不會有很大機會再向下 你昨天因為A股升上來 港股又夾上去 是 你今天A股又高位又整了整股 港股同樣地跟回整股 都不會說真的很容易 但是問題就是 你會不會說這一刻這樣跌80多點 或者甚至譬如跌多200點左右 是 市發28,000 你會不會覺得突然間說是轉勢 那又不會 因為你要明白市場現在在找些什麼 資金正在找出路 市場的風險位納正在上升 我覺得我的觀點就是圍繞著這件事 如果你的觀點是圍繞著這件事 你會覺得 我們在炒股其實 看看你能否找到市場去炒什麼 我們經常都說 指數現在反映不到市場實際狀況 是 你今天你講的指數當然 可能高位回調了一些 現在越來越深 但是其實第一方面 指數百多點左右 你講重磅的 好像說有磅 是拖低了 但跌1%左右 都還是紅底股 另一方面就是 你如果當炒的 譬如今天一些航運股 一些譬如香港的港市這些 全部都是在升一升 你還要找到很多股份 升一升的 新能源上面 好像龍源電力這些 今天有升 差不多接近一升左右 所以你講的 仍然都是一個炒股不炒市的格局 我想一月份現在的氣氛 都是偏好過一方 所以短線來講 指數百多二百點 甚至五百點內的波幅 無端出現 有機會有 但問題的方向 大方向暫時來說 仍然是看上 一步步這樣看 你看到二萬八樓上 現在跌多百多二百點左右 有沒有問題 有機會隨時夾上去 特別在A股上面 很難衡量 這一刻跌短短 在說大約二十分鐘的時候 上症又倒跌二十點左右 你難保之後那十分鐘 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你短線來講 你做一些短炒 就要看密一點 很多時候 我們這些財經節目 未必會跟進到那麼多 但是方向上面 仍然是看好 始終記住大前提 就是衝憬經濟的復甦 暫時來說 疫苗上面等等 那些衝憬仍然在 還未到滑滅等等 所以我覺得後事來說 不會突然間選擇為看淡 但問題是你整個一月份看多少 我就純粹一個波幅論那樣看 第一方面 英國市的氣氛這麼好 成交今天還是活躍 那你整個月 現在都是走了大約 1300、1400波幅左右 是整支戰星上來的 股波加通 隨時有機會高位調整 但是你最多可能下十天線 二十天線那些位 最壞最壞都是下二十天線 但如果穿二十天線 會不會整個月 創這個月的新低 暫時沒有這些想法 所以短線角度上面 就要找到兩萬八樓上 繼續看好 想穿兩萬八 你最多擔心它是十天線 你真是未穿兩萬七千 你很難說市是轉勢的 是的 市況有一點波動 都不用怕 Anno依然是看照的 剛才Anno也說到 其實很多股份 都升得好地的 就是聯想 和你看看 992 看到其實它公佈 說董事會批准發行 中國傳托憑政的初步建議 有機會回A 看到其實聯想 昨天已經有消息出來 就說去年 那個PC出貨量增長強勁 昨天股價已經破了 今天繼續上升 最多升一成六 暫時升一成二左右 在報九元 破了五年半高位 現在追會不會太遲 還有沒有上網空間 我覺得現在追又真是遲了少少 是 你說連回A這些消息 我們叫做相對比較虛的消息 很多時候 回A這些消息升一陣就沒有的 很多時候都是美水消息 都出來了 這些位置追 一定是會相對比較遲 但是是否最遲 是否說完全聯想沒有水位 有貨等於要取消 那又未至於 所以聯想現階段的狀況 我們會建議就是有貨的 先拿著 未必說坐火箭馬上下一步 10元 11元 12元 但是今天的列口 就不是太期望 短期內馬上馬上馬上收補 因為你又理解聯想背後 是炒些什麼 其實你看回聯想 譬如我們看股價上 拉遠一點 其實在疫情前 或者在基本上 由它買入Motorola的業務之前 之前是很強勢的 過了這段時間之後 整個period 由2017年 2018 2019 過去4年來講 是比較悶 上落波幅不大 的相關股份 但是 講到轉捏點 我們先利用平均移動線 你講到轉捏點 就是 其中之前試過炒上來 2019年炒過數據中心 或者Motorola的手機品牌 做得更好 都炒不起 在4至5元 漏了一段時間 然後回到2015年 那段時間 近期說出貨量好 其實這些 你想想來不開摘經濟概念 摘經濟概念 摘經濟概念 受壞的股份 整個2020年 被市場上發掘到七七八八 你解釋回聯想 在疫情之後 慢慢由4元這些位置 拉回到6元 我覺得都被你解得通 但問題是 你由6元的理想 炒到上去8元 不計今天的升幅 是否只是炒過摘經濟概念 我覺得未必 所以我們現在市場上 很喜歡炒什麼SARS概念 數據中心等等 你聯想旗下的數據中心 本身都有一定的衝擊 未必說今年立即賺到錢 但是市場是喜歡炒這些相關業務 聯想的股值 本身不是貴得很過分 到這一刻都不會用很貴的形容 貴得很離譜的形容 所以會令到這樣一個短線 的股價會有一個常性 但是問題就是 你還去炒 那這些位置追究 高風險的回報 也未必說太高 可能是高風險高回報 我未必說高風險 但是回報 可能還有一星的勝負 不奇怪的 但是要去搏 直播率就不會太吸引 我們覺得怎樣都看定些 看多一兩天左右的時間 過多一兩天 如果再上去 轉眼間去到10元算了 這些就賺不到 你如果爭取一段時間 開始整補做一個平台的話 那就慢慢去收集 但是相反而你有貨的 你會有條件可以去搜 最壞的情況就是 今天那些性復性發展轉世了 到時候才投降去走 那段股不是昨天買的 你如果昨天買的就不同了 所以每個人的策略是不同的 但是聯想我覺得 暫時來說 只要見到數據中心 SARS那些相關的股份 都仍然是比較當炒 聯想暫時來說 繼續拿著 一個簡單的角度 可能甚至拿到 當A股真是上升的時候 都未遲的 聯想來說 我覺得 我看法是中性 我不會說看得超樂觀 但是當一些股份轉化的時候 你看法是要有所改變 可能說現在 未來市場的資金 對這些股份的興趣 會相對比較大 是的 大家都可以參考Ano的意見 這次現在追究有點遲 好 那我們答派監聽觀眾的問題 五安、二姑婆、11G 看到11G就問這個 171713.02有貨 120942.7有貨 38元和38號是3.82有貨 什麼位置上網和指示 逐個例子1717才Ano 其實極其高位置只是在整固 又不算轉勢、跌勢等等 甚至如果站在保利加通道中足樓上 即是大約12.7樓上 勢頭都是強的 留意我們講的是 其實是否叫12.7做止蝕 又不是的 講起這個位置樓上是強的 但是你不排除盤裏面 會有機會震一震 所以我們建議一個簡單例子 以收市價來做參考 如果收市價 連這支竹身 很大支竹身的底部都穿了 譬如落到12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你輸大約1元左右 只是算了 買下其他東西 或者到時候沽一沽出去 看看市貨是否不對勁 OK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還有貨拿著的高位置整固 都可以繼續拿著 內需股近期來講 又見不到明顯地有些資金流出的積分 純粹看看近期來講輕柴是甚麼 如果你看澳優的成交金額 其實縮了一些 低成交跌下來 我覺得問題不算太大 所以短線來講 我會建議繼續拿著 這支拿著 209元 這支他正在賺少許 那這支 用不需要拿著 還是吃了 我覺得整個物管板塊 現在的確的氣氛 好很多 所以我會建議 比較簡單的策略 40元做止賺位 不穿40元 甚至看到 你站在烈殼頂部樓上 可以繼續放下風箏 可能有機會 45元樓上這些位置 所以你會提供的 另外一支 Ano 之前的每支股都推過 就是38號第一拖拉機 它3.8號2都有貨的 甚麼位置上網和指示 那為整股 我們推介這些股份 未必要是短線來講 要馬上吃股 立即爆上去 未來股價賠償 在3.5至4元這些位置上落 我覺得如果你3.8號2 聽到我買的話 我會建議繼續拿著 有條件手的 你穿3.5元 才開始害怕 再來問過 我覺得你看回內地現階段的 經濟狀況和數據等等 第一拖拉機 又未至於還原 但是A股暫時不太當炒這個股份 但問題是 你看重型機械股的資金肯去追 第一拖拉機 也講過 可能看整個業績 有機會發營器等等 所以等 等個機會 看看有沒有機會突破4元這些阻力位 如果你3.8號2有貨 我們都講過 預了要先捱一段時間 甚至最好就是分住級 如果3.8號2不是很重貨 如果有機會落多些 可能3.4這些位置 可以再去扣貨 我們比較建議做一些 比較中長線的持有心態 至於大前提 你這三支大洋燭 大成交推上你的 就不要吐回升幅出來 如果吐回升幅出來 如果吐回升幅出來 落到3元的位置 就真的好不行的 所以最好就是分住級納 再落到3.4元再去嫁住 如果不穿的話 暫時就說繼續通線持有 是的 那阿朱就聽一下阿奴的意見 好 保刊就問這隻2101 福六控股 怎樣看這隻阿奴 我不是很喜歡這隻股份 由上市第一天到現在 我們都沒有特別推介 為什麼呢 原因沒有太大的亮點 純粹你講的 當時的超購反應好 你說有些涉及相關遊戲業務 因像虛擬產品的相關投資上面 我覺得未必是一些比較當炒的股份 而在短線好處來說 上市之後跌了很多 跌到5元這些位置 開始做了一個底部 慢慢地升上來 但問題是昨天又出了一支射擊之聲 所以純粹問這個問題上面 我覺得如果你有貨的 就純粹看回保利卡通道中軸 但是6.4這些位置 做一個只賺指示位 不穿你搏它可能升上8元 但是如果建議這些位置去買 雖然可能有機會升多1元左右 但我覺得從基本面上 我又不是太看好 所以純粹從圖表炒作上面 就以6.4做止洩 那你的朋友仔就留意 6.4做止洩 那你的朋友仔就問這個 1347 42.75有貨 怎樣看 整個半導體行業 現在你講的普遍消息 還是供應緊張 還有一個價格超在 所以說和半導體 但是不要再說太過擔心 如果短線來說 市場最怕的就是 中心 這下的升幅很厲害 資金由中心 換回到華航半導體上面 但是我們覺得 純粹的單體很短 比如一兩個星期 是有這些圖案的 所以導致華航半導體 有高位跌倒下來 但是我亦都看到 你看華航半導體 雖然穿了保利卡通道中軸 但是沒有穿底部 暫時來說可能是橫行的 所以我會預料它徘徊 在40元至45元一段時間 但如果你四字頭了這些位置有貨 不穿40元的話 還有其他位置在40元樓上 我會建議繼續拿住 是的 拿住 另外他問一隻 388港交所448元有貨 怎麼看呢 Arno 這一隻好像挺聰明的 看到500元樓上 已經看500元了 現在港元大肆的成交 今天又活躍 未來又有這麼多新股 今天有四隻 是的 所以說短線來講 都是繼續拿住的 但是你說升了這麼多 隨時有機會落回483 482這些位置會有機會 但是港交所只會適合一些 中線持有的心態 你對這些炒很難觸摸的 有時候追你又未必敢追 跌那段時間你又未必敢買 我們不是太過建議一出一入的 如果你港交所要一出一入去炒 比較涉及高技術和高心理質素 未必跟得這麼貼的 所以我想港交所的策略比較清晰 你的市貨幾天還沒玩完 一天都有機會上 但是老實說 你連初至今港交所 其實都不是一些什麼 主要升市領航股 它爆了那一陣 很多時候是很短線的 你現在是要等第二陣 可能未來是看一些新股 有傳快手 有些是快上升等等 或者看星期五左右 我們看看整個新股市場的反應是怎樣 你再進步好 有機會這樣 你說今年第一季 望五百元 我覺得都有機會的 是的 這隻就靠在新股充氣一下 下一步先看著五百元 寶康就問這個 2148 還可不可以買這隻V星本身 V星在整個家電板塊上面都落鑊炒起來了 不會說得… 我相信真是說法 不會突然說這隻V星不行的 是 你可以自加V星 小隻一點的V星 或者你大一點的海信家電 GES環球這些 全部都是強小的 你比V星更加小的 基本因素沒有那麼好的 國美電器 就是國美零售 都是今天破位上筋 所以家電股 真的不排除 還有機會再升多汁 V星的股值是很貴 但是你看圖上面 都是一個類似浪高於浪的狀況 首先我們想買股份想什麼 先想止洩位 這一刻V星說轉勢 可能跌穿十個半這些位置做止洩 問題就是你現在十三個四號半買 你要止洩 即是你要面對著第二三民的風險去到 隨時有機會輸兩成 輸兩成你才可以投降 但是問題是 你有沒有條件多看兩成左右 老實說 半身股破頂再上升兩成 又好像不是說無可 所以我覺得如果V星純粹問我 可不可以買高風險高回報 這些投資策略 就看你個人風險生抽能力 我只會建議不穿十個半 又是炸著試一下 短線來說 記得在昨天捉身樓上 繼續向上網線 但是穿一穿捉身樓上 不代表玩完的 可能代表它會震到下去 可能接近十個半這些位置 再上去這樣戒 我想短期來說 特別V星的業務 做一些空氣清新機等等 你和疫情可能會有一定的關聯 有一點關聯 有一點關聯性市場 會有這樣的聯償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可以試一下搏 以回可能當中 短炒的話 十二個半穿一穿才害怕 你不跌一成就再上兩成這樣 是的 保刊留意 安奴都說可以追的這一隻 不過就先設12個半做第一個指洩位 好嗎 你回答一下WhatsApp朋友的問題 WhatsApp朋友就問這個中興 763前景怎樣 21.9又貨終於回家鄉了 繼續拿還是放了它好些 安奴這個中興 很多相關禁頭領的相關股份 全部都成功 被美國制裁相關股份 很多都升上去 很老實地 包括中興在來都不奇怪 但是問題就是 你過了這些 當美資真是沽了 國際資金真是沽了 中興通訊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真的看回5G業務發展生命 5G股份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 起死回生作用回來 你說鐵塔這些 近期都能彈 彈得不多 所以跟別人說中興 我覺得近期的確沒有作反應 可能擔心制裁 那些正在說禁頭領的因素 都制銷了 但問題是 如果看回中移動 三大電訊商 和中興在來 但到這些位置是很尷尬的 未必突破到 可能各位整股份 所以有貨的 我覺得不穿10天線 21元這些位置 都可以提多一會 但是我覺得 對於它突破23元 這些阻力位在上 就未去到這麼樂觀 所以你有貨的 都是提多一會 但就不建議買 對於電訊股來說 我覺得 未去到這麼樂觀 要拚拚了 你拚了的話 要拚了一會 對於這位朋友 不用這麼心急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都要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李小姐 喂 你好 李小姐 喂 兩位City 你好 李小姐 你好 李小姐 你好 我因為我的2600 我7月8月去買的 我兩個8月走了 我現在 在兩個什麼位置買回來 拜託你 好 虧了很多 想買到中國女藝 不用客氣 2600 兩個8月走了 現在又想買回 如果在近期 無論內地的鋁價 或者LME的鋁價 比起銅價 比起很多有色金屬價格 是差這麼一大一月的 導致到資源股中國鋁業的走勢 都相對地比較差一點 但是我又覺得它未至於轉勢 有機會就是炒上去 但是可能橫行平台要先連一段時間 所以如果你買2600 你之前高位走了等機會買回什麼位置 這些真的不期望它跌很多 下到2.6這些位置左右 你可能要去買飯的 甚至如果突然間一天抽升上來 再上3元以上 你要去追 問題就是資資金喜歡買低估值 我也喜歡的 買低估值的估值很殘忍 有上市的股份在那裡 有個turn around 概念在那裡 中旅的turn around 概念暫時不算很明顯 但是我都會建議繼續炒好 所以我會比較策略 要是2.6 等2.6 再買 但是如果下不到2.6 等一段時間也下不到2.6 甚至再抽升上去 現在3元以上都可以考慮去追 李小姐就留意 第一步看2.6這個位置 如果真的不能進去 3元Arnold都建議可以買的 好 那我們繼續回答WhatsApp的朋友問題 有朋友問這個1766怎樣看 Arnold這隻中國中車 今天升了1.2上來 其實A股你見到中車 都升得很小 中車時代電器就升得更加誇張 這段時間 我想你說特別涉及金頭寧的股份 全部都是這樣看的 美資就沽到七七八八 但是北水還去買 所以中車短線來說 有機會望返4問 當然轉世了 會不會是說2021年一些當炒的股份 鐵路股 我就真的戒心很充的 你問我電信股和鐵路股誰比較害怕 我真的睡不到 所以你說中車 你看的momentum 的確是強的 你有貨的 有三個半做一個指贈指示位 那就看4元 你問我信心 我不會叫人買的 但如果你買了有貨的 我覺得4元這些位置 我會考慮去迪貨幅 這些朋友就留意了 4元做一個指贈位 另外朋友問兩隻藥股 1093石藥和177 這兩隻 什麼價位可以買入 還是Arnold兩隻都不建議 這些位置買就看心態 如果你說買完之後 你就要看明天的股價升 短線類似跑馬仔操作 不要想這些 明明是弱勢的 但如果你多留意內地政策 駁它再升 就是你看政策為主 看基本因素面的 你把一段時間 可以考慮一個策略 可能開始後低位買 然後看大約給它一至兩個星期的時間 看它有沒有機會彈上去 看消息層面有沒有機會轉好 這類型策略就一兩個星期不行 你就要投降了 如果你保持到這個心態的話 OK的 你要拼搏一件事 就是內地 譬如大量採購 上個月就聽到很多醫保相關的利好政策 那個價格不需要降到那麼低 也都說有些藥企 可以選擇不參與醫保等等 但問題我們經常都說 對於藥股來說 最大的影響是大量採購 還會把這個負面消息引起 對於藥股來說 這個負面消息會有些人 所以你說可能有機會再擔心 這些負面消息出來 可能會有些市場人士 有些春光壓支 到那些負面消息出來 可能會是 所以可能有機會再疊到它 所以我們說,如果稍微短炒跑馬制的心態,不要了 擺明勢頭不對勁,沒理由要去接貨棚 但如果純粹炒政策心態的話 你又可以薄它跌一層之後去試一下出手 如果你是Mama 7和1093的話 兩者分別不大 我又覺得薄波動性的Mama 7可能會比較好 但你看圖上面,它是比較差的 現在穿保力加通道底部 你看保力加通道收窄後再穿底部 下一個位置就試6.5 所以你講的策略上面 就可以試試6.6、6.7這些位置博 博它收市價計,站穩在6.5這些位置 站得穩的,就看有沒有幾個大幅上8元 看有沒有類似症瘡這樣的狀況 高風險就高回報的 你可以試試博一博 但我們其實不是太建議買這些 你做推薦一定不會推薦這些 但如果你嘗試去接觸這些股份 你是要選一隻弱勢的 你不想高追的 Mama 7 我覺得以弱勢股來說 都叫做OK的 所以你要調整自己的心態 看看你什麼心態、什麼類型 我想短線來說,弱股真的要炒 都是炒順達生物 炒漢氣樂、炒這些 都未必說會再炒兩隻 兩隻的傳統藍籌 但如果你要去接觸的話 就去接觸一下買 試試接觸它不穿箭的大幅 這位朋友就參考Anno的意見 如果要接觸就接觸一下 Mama 7 號一點 好,另一位朋友就問這隻9600 新樓科技 他問近三年的業績 賺多還是虧多 以及前景如何 你上市前份業績就不會差到去 你不會開一份業績 不斷營利倒退去嘗試 不會有人買 問題是新樓科技 強行被騎劫拿到SARS概念 現在破罰了 破罰完 什麼叫破罰就是串IPO 破罰完股份 有什麼pattern 好運的 就是可能做了底部之後 然後再抽上去 可能搞一段時間上IPO 但你壞的情況 最怕就是好像之前說的2101-6 不知道破罰跌完 可能3、4成後才慢慢做底部 然後升上去 所以9600不用想著 你特別半身股 上市不夠3個月 基本面上未必是最主要的印象 想回你的供購有沒有蟹貨 你想想那些人抽了大手 買整個貨都不肯走 現在全部都是在等位置 所以你不會再當炒 除非你講在業務上 突然間有些大大氣息 我想不會突然間睡醒的 那些人買漏了等等 是先算 所以你說我覺得你沒有的 就不想這隻 有貨的你都定會一些紙先 其實都很難定什麼位置 我都建議這些位置走下去 那你的朋友就留意 Mano就不建議去碰這隻 好繼續回答問題 有朋友問這隻人 2628 17.66追了 上網有多少 Mano是否大家都以為 那些資金會追回到這些股份 其實今天又不可以說那些資金 那些資金是否炒 就不代表是日日升的 你純粹單日昨天升了這麼多 今天升高後一點 圖表上面是一支大音速 但是你這樣看 今天的成交 不算太大 不知道下午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的成交 今天真的去到昨天這麼多 那 要害怕的 但是如果你的成交不算大 也很厲害 高位整固的 這些位置可能有人收窄 放不出奇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近期高位追了 人收你又從一個心態容易炒落後 我覺得給一個月的時間 就是給它看到月底 看看有沒有機會夾到上去19元這些位 如果過一段時間都不行的話 那就投降 那就走了 至於你追得的 就以分昨天的大洋竹底部 就是16.5這些位置做止洩 其實人收跌到這麼差 你這樣高追的話 其實對比起其他強勢的追 又舒服一些 有貨的就繼續拿著 對 有貨先拿著 下一步看著19元 好 那你的朋友就問半身股 9992 有貨82元 入了 要怎麼好呢 這隻普普馬特 我們就從來不見人買的 有貨的就 有貨的就 定保止洩位 你問 炒完未 其實你見到成交到熟 你最怕的狀況就是 上市的時候 就吹到海外 就是這樣大口 你只要升起來的時候 就說什麼都可以 但是問題是 你突然間 當開始跌上來的時候 特別內地已經有些政策在顯示 雖然那個裂口收補過 但問題是 股價都好像升不起 那樣 所以如果你高追了 我們經常說高追 就不是問題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高追 不懂止洩 輸一成左右 這些預算 你買了這些股份 你都不是期望 一成回報 最多 你都不是 你預算是高風險 高回報 我覺得你如果 82元追了的話 看它的勢 最遲最遲 70元 70元輸 一定要走 甚至我建議這些位置 至少顧著一半 先 留意一下 你的朋友問 665元 37元重貨 怎樣部署 這隻玻璃股 我看到大巷 看好它玩得 花季都升到37.5元 大巷不會看得太過負面 你信義光 復萊特玻璃這些 股值不算貴得很厲害 雖然它升紅波 但未去到新能電動車那麼誇張 我們經常說 光復玻璃和電動車 根本就拉起來 拆開 這些股份 只要市場一天還沒玩完 可能還有機會升上去 但如果你只剩下37元 差不多接近最高的水平追了的話 10天先穿了你不止 下一步就20天先 保理加通道中足那些位 你就預算了 有機會捱兩成左右 到時候才想不走 所以這些位置 操作上 如果可以看得密一點 你有感受的 走一走 看看有沒有機會低 兩三元再買回來 但問題就是 你要看得很緊 每天都要盯住股價 一個問題就是你走了 有個風險 隨時有機會升上去 隨時有機會升上去 你那時候要上十天線樓上 你就要追 所以你的策略 要不就是 嘗試搏省多兩三元 但是你的風險就是 有機會升多一元 再你要追快 所以省兩元 搏一元 直播率不是太吸引 我們就建議繼續抓住 但你抓住也有一個後果 就是 可能有機會先鎮到30元 去到30元再追再算 這個問題就是 涉及你有沒有這樣的風險 聖手能力 如果你輸兩成 對你來說 衝擊有多大 我不是你 我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福萊特波 我們會比較建議 衡量一下 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你真是能夠 踢到這個高風險 高回補 才考慮去繼續抓住 如果你是說真的 真的很害怕 可以減少一般 是 留意你的朋友 我們再回答 最後一個問題 在爭取時間 朋友問這個280元 經常都是38元 40元上落 42元買了 錯了很久 怎樣部署好 這隻被阿迪電子 叫他走 其實都是在高位 整固了差不多 接近整個第四季 40元樓上的很多都是蟹貨 但問題就是 穿36元的時候 好像被人震走了 這個道理 去到這一刻都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42元這些位置 有貨點算好 都是繼續抓住 你要明白 買股份背後 是有什麼原因 比阿迪電子 從頭到尾 都是憧憬 它那些業務 可以納入在蘋果供應鏈裡面 看看好運的就是iPad 再好一點的 樂觀一點就是iPhone 最壞最壞的情況 就是繼續做iPod Touch Game 好看消息變化 你說什麼時候會公佈 什麼時候會納入 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說你拿得比較的電子 你就預計了 繼續在35至45 這些位置上去下 40元樓上做的事情 沒什麼可以做 又是看緊一點 你螢幕實一點 如果你看圖表上面 現在好像跌不下 暫時來說 都叫做OK 是 是 這位朋友就留意 沒有辦法 42元貨都要坐一坐 麻煩阿奴你的意見 這些問題答應七七八八 和阿奴你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謝謝你 這個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見